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五点 关于无年节预音力的施工 那说到预音力施工 我们之前在桥梁部分给大家介绍到 关于我们的预制两板呀 以及我们的线胶结构啊 我们的富翁锯张拉呀 以及悬臂施工的时候的预音力 那那些说到的都是属于什么 叫做有年节预音力 所谓的有年节和无年节 它是如何进行区分的 主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预音力斤 是否被混凝土或者是水泥沙浆等包裹 让它形成整体受力和混凝土整体受力的一个结构 这种情况叫做什么 叫做有年节 那所谓的无年节就是 我们的预音力斤并没有被混凝土包裹 它在里边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 那这就叫做无年节 那我们之前所说的 哎桥梁的那些都属于有年节的 那对于桥梁中 唯一说到一个无年节说到是哪 说到的就是我们对于 刚混凝土结合量的时候 我们桥面板施工 它这块由于面板很薄 我们可能会设置到无年节预音力斤 当然我们对于刚混凝土结合量 如果面板厚一些 我们也可以使用有年节 这种孔道形式也是可以的 当然在这儿我们说到 着重说到无年节预音力斤呢 主要是在我们的水池部分 那无年节预音力斤 我们简单介绍 使用的是这种预音力斤外包 外包这种化学材料 那这个化学材料 一般使用聚乙烯或者聚丙烯的材料 如这个图所示 这个预音力斤钢脚线 它外边有这个塑料壳 聚乙烯或聚丙烯 不得使用聚氯乙烯 那使用聚氯乙烯 它里边有氯离子 可能会造成我们后期预音力斤 它发生锈时腐时 发生破坏 那在这里我们说 使用这种聚乙烯聚丙烯的 那好了 在这里通过外皮 使我们的这个预音力斤 分隔了 和哪分隔 后期我们交出的红净土 外皮包裹了 预音力斤和红净土 没结合一起 所以它叫做无年结 那好 我们要考虑到 你这个预音力斤 需要在外皮里边进行活动 我们里边要有什么 里边要有涉及到润滑油脂 那这个润滑油脂 起到的作用就是 能够在里边活动 并且它可以使我们的预音力斤 它不发生锈 是有防腐的作用 才是使用专用的防腐润滑油脂 对吧 那还有就是 我们必须采用什么 必须采用一类毛具 所谓的毛具分为了什么 分为了一类毛具和二类毛具 那对于一类毛具 主要是承受 动载和鹤载的这种毛具 是比较好的毛具 它在这里 我们无年结运力金 有年结运力金都可以使用 但是我们二类毛具呢 主要是用于这种 有年结运力金 所以在这 无年结 我们使用的是一类 注意啊 一类毛具 那这个毛具的形式也有很多 在这儿我们主要 呈牙板 还有我们的螺旋金的位置 中间运力金 对吧 无年结运力金 好 是这块 那这块我们的毛具 那我们这里 接下来说一说 关于我们的这种 运力水池 它的运力 这个施工 它这个流程 整个 那结构这个施工流程 首先第一开始 钢筋施工 那对于这个钢筋施工而言 我们一般指的就是 我们涉及到的一些钢筋的一些加工制作等 那在这里加工制作之后 我们安装内磨板 注意水池内磨板 之前也给大家说了 为什么先做内磨 对吧 那安装内磨板之后 铺设非运力金 那我们这个非运力金 也就是水池的主体钢筋 也就是我们钢筋施工加工完成之后 我们进行安装铺设 对吧 而且我们要求 在你安装这个非运力金主体钢筋的时候 我们要随附着安装相应的这个无年级运力金 那这个无年级运力金 要求有一定的支撑以及加强的 那需要首先安装脱架金和成压板 以及螺旋金 那对于螺旋金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进行相应张拉的位置 起到混凝土加固作用 一般是在我们的锚具的位置 对吧 那在这螺旋金 那成压板其实就起到了 跟我们的后章法施工的时候 我们涉及到 我们那个锚电板的位置 其实就成压板 那好了 有了这个支撑以及加固的 接下来铺设无年级运力金 注意此时 我们这个钢筋和无年级运力金 是施工的时候交错施工的 对吧 那好了 那然后我们做完了内磨 做完了中间的钢筋 接下来我们再安装外磨板 那安装外磨板之后 混凝土的胶筑 那注意我们内磨外磨安装 刚才所说到 它的一个拉锦使用什么 三段式止水对拉螺栓 对吧 那这一块又回顾了刚才的知识 那混凝土胶筑 胶筑之后 混凝土养护 那这个混凝土养护 看到 我们说后期要施加运力 这个养护要怎么能达到 我们就要进行 相应的现场的 同样式块的一个制作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所说到 我们的这种后掌法 我们的现场法 这个过程 是不是都有一定的相似 那好了 混凝土的养护 强度满多要求 拆模 即某固类混凝土的 凿某 那好了 拆模我们知道 某固类又是啥呢 某固类指的就是 后期我们要对于 这个玉印力金张拉 这个玉印力金 要穿出我们的 这个水池结构 它要某固的位置 让它固定住 不是说张拉 在这我们拿千金顶 就千金顶不撒手了 那我们需要让它某固 某固在哪 某固类 一会不会给大家 看到这个结构 那然后某固类的凿某 后续我们进行凿某之后 在这个位置 要进行张拉了 那张拉注意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 无粘节玉印力金 那此时外露的是 我们的这个保护皮 然后割断 外露的这个保护皮 塑料套 然后把里边的油脂 清理干净 安装相应的某具 然后安装千金顶 进行张拉 那这个张拉 同步加压测量 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 伸长值啊 我们张拉的一些数据 然后当我们张拉OK了 回油撤泵 这块回油撤泵 实际上就是我们 千金顶操作的 一系列设备里边的操作 然后进行锁定 锁定之后 切断无粘节玉印金 为什么切断 我们考虑到 我们这里张拉 使用的是什么 使用的是单数张拉的 前卡式千金顶 那这个千金顶 有一定的长度 运力金 它会穿过千金顶 所以在这儿 会有一定的工作长度 那这个工作长度 后续切断 切断无粘节玉印金 留十公分的一个长度 那留十公分长度 切断这个 之前给大家说什么 物热席 对不对 物热席 我们不能使用气割 或者是氧气缺 那我们只能是 进行机械切割 我们或者是脚门机 等等 对吧 在这儿 然后我们都张拉完了 也切割了多余钢筋 然后锚锯 即钢脚线的一个防腐 然后锋锚 对吧 所以在这儿 实际上涉及到这些步骤 就是我们关于后章法施工的一个流程 只不过他把这个内容 涉及到我们这个锅锯啊 什么锁定啊 这些说的更加细化了一些 对吧 好 是这块 我们曾经15年20年 都考察过这个工艺流程 这个工艺流程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选择题的 让你补充排序 让你选择 或者是让你对于某一个点 比如切断运力金 它的一个要点啊 物热席 比如说它的一个流制长度啊 让你进行计算啊 等等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案例题中 把这块给你 让你补充 都可以考试 所以这块属于一个相对高频的点 就这块 那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三点 关于无粘节运力金的一个布置 那无粘节运力金 它主要是在我们的水池结构之中 因为它和我们的水池主体钢筋 是一起安装的 是一个交错进行的 那在这进行安装之后 后续要进行张拉 张拉在哪 进行毛固呢 也就是所说的毛固类 那在这里 我给大家曾经做过一个 五毛钱的教具 那这个教具 给大家是找了一个瓶子 然后外边给它做了这么一个粘条 那这个粘条突出到我们这个瓶子外源 瓶子可以想象到是一个水池 这个突出的外条就是我们所说的毛固类 因为运力金后续要在毛固类的位置进行毛固 在这样的位置进行张拉 当然在这里我穿住这个铜丝 就是模拟的是无粘节运力金 但需要考虑 我们这个无粘节运力金 是在我们持币之内的 这块是模拟 所以我得把它放到外边 所以在这要有这么理解 好了我们接下来看 毛固类的数量 毛固类的数量和布置 设计无要求的时候 张拉段无粘节运力金 不得超过50米 毛固类的数量为双数 好了这块给了我们限定了 限定说你这个张拉筋运力金 张拉段运力金不得超过50米 那并且毛固类的数量是双数 要求要么是两个四个六个八个十个 不能是九个七个对吧 那为什么这么设置呢 一会儿不给大家介绍到 好我们简单先看这个结构 那关于这个水池 这个是圆形水池 这个突出的位置 就是刚才所说的毛固类 如这个所指 对吧 那好了 毛固类突出到水池外源 那无粘节运力金是在哪 是在我们中间穿入 对吧 这一条一条运力金 它不同那种颜色的 说明是多根运力金的 对吧 那在这进行分段 那我们再看 好了 知道大体的内部结构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上面这个图 上面这个图就是 给我们展开了某一块 它毛固类的位置 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运力金 通过在我们这个位置 穿出毛固类 然后后期在这个位置进行张拉 那是不是我们的运力金 就在毛固类的位置 后期张拉完成 进行毛固啊 同样 进行毛固 对吧 那突出的位置叫做毛固类 然而我们这一块运力金 距离毛固类端部的位置 为了防止后期进行张拉的时候 张拉硬力过大 造成这部分毛固类的一个混凝土 发生破裂 有什么呀 有螺旋筋 是不是跟我们的后张法 施工的一个结构位置 我们毛电板后方 空道的位置有螺旋筋 意思一样 好 那接下来这里还有什么 端部的承压板 这个承压板就可以想象出 想象到 它是什么 跟我们的后张法 运力施工的时候 我们的毛电板的位置 意思一样 对吧 同样是承压 因为前进顶后需要顶到它这个位置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点 安装是上下相邻两环 无粘节运力金 它毛固位置应错开一个毛固类 诶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想 关于这个运力金 它通过我们分段 把它分成若干段 然后让它若干段成环 形成一圈的毛固类的一个毛固 对吧 那一圈毛固类毛固 我们如这个图所示 诶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这一圈 这里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毛固 对吧 好了 我们说在这一圈上边这个毛固 它的这个位置在这 那我们说下边这一圈 也就是这一圈进行毛固的时候 那还能不能在这进行毛固呢 不行 应该错开一个在这里 主要考虑的就是 不要都集中到某一个毛固类 这样让它容易造成硬力集中 所以在这里让它错开一个 上下层错开 我们再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把我们这个毛固类展开 那这个竖项的位置 指的是毛固类中心的一个示意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块 我们上面这个若干段 分成若干段 这成形成了一环 对吧 那一环 那到这 这又是一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环的毛固是在 这个毛固类的位置 那我们说这一环的毛固 是在这个毛固的位置 是不是他们俩就错开了一个毛固类 所以这块是上下 那同理 我们到了这一块 跟下一环 是不是下一环是在这呢 那这一块是不是他俩又错开 而且这个在这里 他是不是他俩也错开了 好 这一点我们理解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应以毛固类数量的一半为 无粘接玉米金 分段的一个数量 那好 毛固类数量的一半 似乎是让我们想到 之前所说的 毛固类数量因为双数 这点互相了 如果说是单数 五 五个毛固类 它一半是2.5 那你2.5怎么分段呢 不对吧 只能是整数分段 所以要求毛固类 它应该是双数 那对于它的分段 我们说 如果说是四个毛固类 它应该分成两段 对吧 在这 如果是六个毛固类 它应该是分成三段 如果说八个毛固类 它应该分成四段 同理十个毛固类 分成五段 那它怎么进行分段 在这 我简单给大家画一下 我们看 首先画第一种形式 我们这是一共有四个毛固类 那四个毛固类的形式 这一个毛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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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毛固类 给大家画的一个示意 对吧 那这个分段 怎么分段 四个毛固类 它的一半进行分段 一半是多少 是二 那分段的时候 怎么分 我们看 我们的运用力金 这是一段 是不是 是不是 经过了三个毛固类 是两块分块 那另一段是哪 另一个段是这样 好了 这是两段 对吧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关于六个毛固类 六个毛固类 我们在这儿 一二三 四五六 对吧 那六个毛固类 应该分成几段 应该分成三段 那这三段怎么分 我们可以看 从这儿 一段 对吧 然后我们再从这儿 又一段 然后我们再从这儿 又一段 好了 一段 两段 三段 这样是六个毛固类 那同理 我们再看 八个毛固类 那八个毛固类来说 我们进行分段的时候 八个毛固类 应该是几个段 应该是四段 那四段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哎 这是一段 这是第二段 这是第三段 这是第四段 是不是 一共四段 那从这儿 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 我们分段的时候 以毛固类的数量一半 也就注定的 让我们知道 每一个分段 是经过几个毛固类 经过三个毛固类 这个毛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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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了这一段 对吧 那这个毛固类 这个毛固类 这个毛固类 它分成这又是一段 对不对 那在这里经过 就是三个类 三个毛固类 经过三个毛固类 并且是两个毛固类 之间的一个间距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分段 同样 你再画十个 十二个 依旧是这样进行分段的 好了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咱们的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每段无尽阶 运力金的一个计算长度 应加入一个毛固类的一个宽度 以及两端张拉的一个工作长度 和毛具的长度 好 那我们说 在这儿 你要考虑 你要计算这每一段分段长度 怎么考虑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中 我们看到了 其实刚才对于分段来说 就是经过三个毛固类 就是两个这个段的长度 对吧 那我们说计算长度的时候 应该考虑的哪些运速 首先 你是不是得计算中间的 它这个长度 这段长度 是不是得计算 那这个计算 其实是从我们两端 毛固类的中心来算起的 对吧 那好了 两端毛固类中心算起 计算中间这段长度 有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考虑 这个毛固类 这边有一半 对不对 这个毛固类 这边又有一半 是不是两个毛固类的一半 合成了一个毛固类 那好了 在这里 加入一个毛固类的宽度 这段有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考虑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有 相应的毛具 以及我们的千金顶 同样 这边毛具 还有千金顶 以及它涉及到外边的 工作外漏长度 是不是都得考虑 那好 那在这里 就是两端张拉的 工作长度和毛具长度 都得考虑 对不对 所以在这 我们加入的计算的时候 比如说中间这一部分 加入的是A 然后我们一个毛固类的宽度 它是B 那这块是二分之B 对不对 那这块是二分之 那就是A加上B之后 再加上工作长度 我们把它作为C 再加上我们的毛具的长度D ABCD 希望大家能够区分 它这块说的意思 这三句话 我依次给大家进行了分开解释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关于这三句话 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多老铁 有疑问 包括我们的大一板 包括我们的VIP 我们这些班次的学员朋友 都会有这些疑问 在这分开讲解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曾经我们2020考察过 相应的选择题 如果给出我们案例题 给出你的数字 让你进行计算 可不可考 完全可考 就看你懂不懂这个内容 好 这是这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点 无间接运力金 应在胶筑混凝土前安装放置 然后胶筑混凝土时 不得踏压 然后碰撞无间接运力金 支撑架 以及端部的预埋件 主要考虑的就是 相应的施工的时候 别让它变位 别让它发生破坏等 对吧 那当然在这里 胶筑混凝土前安装 它这个安装是什么时候安装 是在我们的结构主金安装 持臂主金安装的时候 进行交叉施工的 对不对 第四个 无间接运力金 不得有死玩 有死玩时必须切断 跟我们原来所说的运力金 要求一样 无间接运力金 严禁有接头 好 这是这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运力金的一个张拉 那在这里 根据它的一个张拉 分为了一端张拉 两端张拉 和分段张拉 那张拉的一个长度 小于25米的时候 可以一端张拉 当大于25米 小于50米的时候 两端张拉 然后当大于50米的时候 分段张拉 其实在这里 我们要求 对于它的分段长度 是什么呀 一般是要求50米以内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我们基本上 这种分段张拉的形式 就很少出现 除非这种大型的水池 对吧 那在这儿 我们涉及到 一端张拉 两端张拉 分段张拉 知道它这块区分以什么 长度区分即可 那在这里 我们不要纠结 关于在这里分段张拉 如何应该张拉 没必要去考虑 更多 我们有很多老铁 问到哪 问到的是 关于在这里 那你这里小于25 你这大于25 你如果说是25米 你如果说是50米 我到底是一端张拉 还是两端张拉 这个问题 我没有老铁 他都问过 其实在这里 我们考虑 如果你在张拉的时候 一端张拉 是不是往往 它长度比较短的时候 我们说一端 让它受力集中 另一端 让它相对来说 小一些受力 那这种情况 相对短的时候 适用 如果长的时候 我们一般让它 为它均匀受力 两端张拉 所以相比之下 哪种好 一定是两端张拉 对吧 所以在这儿 我们说对于25米 如果说 单边就说到25米 你说两端张拉 有问题吗 没毛病 对吧 好 这一点 我们理解这个含义之后 我们就不用纠结 具体这个极致点的问题 对吧 那在这里相应的注意 安装张拉设备时 对直线的无粘接运用力金 应使张拉力的 纵线与运用力金重合 那如果说直线 比如我们这种 大型的混凝图板面 我们做的无粘接运用力金 它直线 那在这里重合 没问题 对吧 那对于曲线的 运用力金 它的一个相应的张拉的时候 是张拉的作用线 与运用力金中心 末端重合 为什么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这个 毛骨类的位置 我们无粘接运用力金 是这样穿住起 那我们在这 张拉的时候 在这里和它的这个 作用线的位置 重合就行了 对吧 是这一块 那当然这个图中 我们给大家展示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这个部位 就是我们大的 毛骨类的位置 上部作业人员正在进行 前卡式金顶 在这进行张拉 下部这个作业人员正在进行 油表的一个控制 给大家控制张拉力 对吧 在这里我们设计到现场图 那对于我们张拉的时候 依旧要满足你的这个水泥混净土结构 它这个结构强度要满足要求 满足什么 设计要求 设计没要求 依旧是不得低于设计强度的75% 说到75% 我们已经有很多点的内容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行 风卯的要求 张拉完了风卯 那风卯的时候 突出式的毛剂 端部保护层厚度 不应小于50毫米 5公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毛骨类 看见我们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进行张拉完成之后的 那张拉完成之后 我们后续要干什么 要截断 我们刚才也说到 截断留多少 10公分 对不对 那截断之后 要求物热习的截断 而且我们后期 要对它进行防腐 然后进行 风卯混凝土的施工 那风卯混凝土 实际上在这交入 把它给封到里边 不能外漏在这 保护层厚度 不应小于5公分 那外漏的运用力筋的 保护层厚度 不应小于5公分 风卯混凝土强度 不得等级 不得低于相应结构 混凝土等级 且不得低于C40 其实在这里 关于这个数值和等级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要知道 这块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且的关系 我们有很多老铁 当年考试之后就纠结 比如说 我们这个水池池体是C30的 那在这里 C30的混凝土等级 那你要求你这个风貌混凝土等级是多少呢 我们要求高一个等级 C35行不行吗 注意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等级 不得低于C40啊 所以在这要求C40 是这两个是一个且的关系 满足的关系 都得满足的关系 所以这块需要注意啊 好 这是这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关于混凝土的施工 对于它的一个混凝土 池壁水池结构 哎 混凝土设计有抗动抗肾抗力的要求 而且要求 焦住后12小时以内 混凝土加以覆盖保湿养护 可以采用相应的保湿养护 撒水覆盖 分土养护剂等方式 那我们这个养护的过程中 主要就是减少水分的散尺 保持它的一个湿温状态 那养护时间 养护不小于14天 养护达到我们的规定强度 那这规定强度靠什么来看 同条件养护尸块的一个 实验室的一个抗压强度实验 来进行查看 对不对 那第四个 后膠带的一个应在两侧混凝土 养护不小于42天后进行 养护时间不应小于14天 注意这个点 我还是那句话 考试证 按照试证的内容 那我们涉及到的规范取值 相应 哎 我们在这里 42天和14天 好 注意啊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五点 大体级混凝土 已经进行保温 保湿养护 保湿养护的时间 持续时间不得小于14天 然后 混凝土强度达到1.2兆帕前 不得在其上部进行踩踏 堆放 或者是安装模板支架 防止造成破坏 对吧 这块一个强度值的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都OK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拆模了 模板及支架拆除的要求 首先按设计方案进行 按程序进行拆除 OK 老生常谈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具体的要求 如果说拆除侧模的时候 注意侧模是属于这种 相对非承重的结构 那这个侧模保证 其混凝土强度能够达到 表面和棱角 不因拆模造成缺棱掉角破坏 OK 开哪 侧模 注意啊 整体模板的侧模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其他的模板 你想 除了侧模之后 剩下的我们还有什么 这种支托的这种 主要承受的这种模板 是比较关键的 那涉及到的就是我们这种 板 拱 梁 翘 还有我们这种旋臂构件 它相应的这些底膜的 对吧 那这种底膜要求 根据它的跨度有关 根据它的混凝土强度有关 那涉及到 其他模板结构 同条件的 养护的混凝土石块 应达到规定强度 才可以拆除 而且我们要求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 应在规定的安全范围内进行 并且有专人指挥 确保我们拆除过程也是安全的 那当然 话又回来 我们说 板 两板翘 我们以及旋臂结构 它的构件 长度以及强度的要求 我们看第一个 关于我们的这种板性结构 板性结构 刚刚的构件 小于等于两米的时候 相对 相对跨度较小 对吧 那在这里 混凝土强度 大于等于50% 即可拆除它的底膜 对吧 那如果说 大于两米 小于等于八米的时候 我们此时两米到八米之间 大于等于75% 进行拆除 那如果说 大于八米 好了 你必须得达到混凝土强度 达到百分之百 才可以拆除 注意 现在说的是板 那接下来 我们再说了 两拱翘 两拱翘 没有这么多细分了 直接是八米 小于等于八米 百分之七十五 当大于八米的时候 百分之百 好 两板 两拱翘 那接下来 还有就是 悬臂构件 那悬臂构件而言 这块我们就不考虑 它的跨度多少了 为什么 它是探出去 单纯的悬臂 此时 你要保证强度 满度要求 才能拆 注意 没有要求 百分之百 好了 在这儿 设计到这个点 完全可以作为 选择的一个考点 单纯考数据 对吧 那以及 我们设计到 给出你的一个跨度值 然后 再给出你一个 混凝土的一个设计 强度值 那在这里让你计算 它的一个拆除时的混凝土 应该达到的强度 那是否能够计算呢 又是一种考法 那还可以 在我们的案例题中 涉及到 关于这个 某个购物件 它给你不经意的 说出这块 让你找出一些错误 或者是 说出一些要点 你是否能补充上来呢 选择题的考试方式 案例题考试方式 都可考 光这个表格 那对于这个表格来说 涉及到 涉及到数字 二八 五十七十五 一百 容易计会 所以在这给大家总结 叫什么 叫做 大八悬臂需一百 小二五零七五拆 说的就是 当你是大于八米 无论是两板翘 还是我们的这个 拱形的悬 悬臂的 在这里 大于八米 都是需要百分之百拆 大八的 还有悬臂的 都需要百分之百拆 好了 有了这么一个限定 接下来 小于两米的 小于等于两米的 百分之五十拆 剩下的两米 和八米之间的 是不是就是百分之七五 好了 在这里 大八悬臂需一百 小二五零七五拆 在这 总结一下 选择安利克考点 好 这是这点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